欢迎来到功夫者,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刘教练 这套课程呢,让我们一起来研读内功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能深入带您了解并学习中国传统武术的刘教练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的了解并学习中国传统武术的 前旭,内功四经 于主总县功,任江西时所够也,功末后,迄今百余年 未有之此书作何用也,夹子,于予不义中,得之于长之楼 开卷茫然,急于懈怠 后费尽心思,钻研数年,乃之此书为武技之宗派 而功夫真传也,故内功已成,随法皆成妙招 未知之,离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则也 这段话是文言文,翻译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 内功四经,是我的祖先在江西做官时所买的 这个在前文中已经有所涉及 我的先祖去世之后,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不知道这个书啊,究竟有什么作用 甲子年,我不小心在家里的楼里得到了这本书 但是打开一看,感觉很茫然,几乎要放弃了 但是后来啊,还是费尽心思,钻研了好多年 然后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武术最根本的东西 是最真传的功夫,也就是内功 只要我们练成了内功,随便出手啊,都是妙招 这个呢,就是说,只要我们掌握了武术最根本的东西 然后外在的那些东西啊,都只是表现形式 然,内功真传不求术,须费尽年月 方能有成,岂不求术 内功经者故属上 或有天之迟钝,急切不知之妙 与家道穷迫,不能日日用功 一入门,既于功经误道 岂不忘羊而收斋 今就内功之限于外者,即为数偏 约大力全局,约内功合战 约内功散门,反背顺利 总和内功经观俏 由事一入门,今内道理,亦可误矣 至于兼价招数,亦有其一二 然不知内功经,而与横竖古节顺利相置之理 往往大相反以 这段经文的意思,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说,练内功不能竖成 还需要费尽年月,方能有成 有的人呢,天资比较愚钝 也就是比较笨,他急切不能练出来 还有的呢,家里比较穷的 迫于生计,他不可能天天去练 也不可能天天去悟 这种人呢,一练功就容易着急 一入门,就于功经无道 他就容易急着去读经文,去参悟 这个时候呢,就是欲数折不达 岂不过望羊而收着 就好像你看见一个海洋 你想把它收进来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内功经呢,它表现在我们身体外面呢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意语理解的 在这里呢,就做几个篇幅出来 例如大力全局 内功合战,内功闪门,反背顺利 还有讲身上的关节翘位的 把这些读懂啊,就可以入门了 又是一入门,经内道理一可无疑 就是当我们把这些搞懂以后啊 就可以参悟经里面的道理了 至于肩价招数,一有其一二 也就是说,其实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招数呢 我们也会介绍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不懂内功的原理 不懂横劲竖劲,不懂身上的骨节 不懂顺利,不懂相生相克之道 你往往就会局限于外面的形式 而忽略内功的本质和人体运动的规律和基本原理 结乎,内功是经,埋没于世数百年已 古人之记,竟泯灭而不传 厚之学此道者,岂不忘用心乎 十人五秋,与诸山友人,锦黄话词亦厚 传南相书寺,因草子已续 狼牙山,难兮续 这段话如果直接翻译过来 他的意思就是 哎呀,内功经已经失传数百年了 但是古人啊,既然把这个文字流传下来了 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如果想要学习这个东西 就需要仔细地去参悟,用心地去研究 后面这两句呢,写的就是日期 当时是仁五年秋天 他与诸山的友人中景房 在南相书寺说了这个意思,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啊 然后呢,就写了这篇旭 因草子已续 然后呢,就他本人的地址和名字 狼牙王兰西 刘宗奎传统武术